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中天新聞 開放新中國節目 市場在哪 人才就在哪 一份最新的大陸薪資數據顯示 第一名是北京 平均月薪9240元人民幣 第二名上海8962元 第三名深圳8315元 這個數字如果算成台幣的話 平均是4萬元左右 比台灣的基本薪資22K高出許多 而這份數字也許解釋了 現在人才的流動 想要吸進大陸找工作的台灣人 不在少數 像人類銀行就做了一份調查 顯示今年台灣大學畢業生 有意願到大陸工作的達到六成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薪資 而還沒有畢業的年輕人 則是趁著暑假去大陸打工實習 賺取自己的人生經驗 不管在機場 飯店 餐館 都看得到這群台灣孩子 為了理想和未來 勇敢的走出去 溫妖 聆聽細節 仔細看每一個步驟 他是來自台灣南投的大學生 今年來到上海要替自己的人生 點綴不一樣的色彩 這個位置的話是 45G嗎 對 要按Y嗎 不用不用 Y就是換位置 在地勤人員細心的教導下 實際操作 這也是有兩朵花 它是有兩朵花 一朵花是撕下來給客人 一朵花是貼在他們行李上 感受航空業環環相扣 安全及服務至上的工作氛圍 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更要懂得如何與旅客應對 12個的航班 對 我們可以進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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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請吧 趁著暑假期間 到上海實地演練 為了就是多了解 出國就業的情況 同行實行生中也有碩士生 就讀高音大研究所的蔡瑞宏 求學期間透過交流機會 去過新加坡走訪上海 她深感學歷不再是就業保證 得走出舒適圈 替自己的未來找出路 我自己也是會未來 就是不會想留在台灣 就是在台灣從事服務業的工作 會可能往國外去發展 那上海這一塊地的話 其實我在大學畢業前 我就已經有在Focus 剛好這次機會來上海 可以就是適應一下這個環境 看未來適不適合 來到上海工作 根據台灣人力銀行統計 2016年大學畢業生 打算附入找工作的 佔了60% 大學四年級的郭瑩雲 畢業後想從事飯店業 於是他選擇在上海的 台商飯店實習 下午好 請問你有預訂嗎 有的 請問名字是 從最基層的座起 替客人辦理入住 搬行李 種種服務的眉眉角角 要學的可真不少 客人 過來計算行李 就是這個行李牌 就是問客人的房間號碼 然後幾件行李 然後是什麼時候來取 然後寫好之後 然後這邊有號碼 然後這邊就是給 這個就是給客人 這個就放在行李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每個訊息都得牢牢記下 這個機會對他而言 不光鍛鍊 適應力 更聽未來 找方向 而像他這樣的年輕人 不占少數 煮咖啡 端餐盤 他同樣來自台灣 趁著大四這年暑假 前進國際大都市 賺經驗 因為一開始我本來都是走 內廠的行業 然後來到這裡 他就幫我安排到外廠 因為我也沒有外廠經驗 然後我就想說 來這裡學習怎麼樣 與客人相處 然後怎麼樣接待客人 對 然後就是 與客人的應對方式是如何 不光學習與人應對 這基本功自然也得會 要加上去看好快 快速的話注意它對齊 然後它有長短 上車的話差不多留一直 然後上進去上面左差 然後右高 仔細聽用心計 就怕一個不小心有失餐桌禮儀 然而要到異地歸零學起 不光有工作的挑戰 還得克服文化差異 就是假如要打台灣牛肉麵的話 就是要打TW 然後它會出現一些字 然後你才能點單子 然後才能結帳 光是電腦打字 兩岸使用的系統就不同 更別說是消費方式 我覺得大陸的電子商務 是比台灣進步更多 因為他們是跳躍式的發展 在這邊的話 用手機付款方式是非常方便的 手機取代錢包功能 裡頭的App 掃掃條碼 就能輕鬆付款 這群來自南台灣的實習生 內心很震撼 沒想到付款能如此容易 趁著暑假 這群實習生爭取來到上海實習的機會 體驗職場的競爭 也感受上海的人文風情 一百多名學生前進上海實習 對他們來說 某度上海有魅力 也有不小的生活挑戰 但為了讓未來更寬更廣 這個暑假年輕不留白 實習機會提供了台灣學生們 了解大陸最直接的窗口 其實這幾年 台灣的教職人員 也在大陸成了搶手貨 因為少子化和台灣的教職 建區保和 高學歷不再是就業的保證 有不少台灣的博士 碩士 都選擇去大陸做語音才 滿滿的招聘項目 這是溫州招募大學教師的現場 這個招募場合 專找台灣的博士生及教授 這樣的話 對這個工作各方面 期望有些比方馬行 求職者中 有人拿了滿滿的研究計畫 發表過的學術文章 盼贏得青睞 謀得教職 近幾年隨著少子化 大學倒的倒 整病的也不少 台灣培育出的高等人才 為了那份學術理想 只能另謀出路 看看你們的筆記 有一個國家也是 玩一模一樣這麼幹的 No 德國是代表團制 所以德國的聯邦參院 是沒有任期的 課堂上講得生動 在這裡教書三年半 他來自台灣 在進入知名的上海交大之前 其實歷經了一番折騰 我08年大概博士畢業 然後大概33歲左右 然後湖濱一年 所以09年中開始找 所以我大概找了三年半吧 三年半只有兩次比較像樣的 interview的機會 那更不要說願意用我了 所以真的覺得算了 這個不想再試下去了 因為畢竟年紀也不小了 政治大學正正所博士畢業 花了三年半的時間 再抬頭地的近百封求職信 卻沒有一份適合的教職 本以為一畢業就能有份正式工作 沒想到卻找不到起步的機會 台灣沒路只能西進找路 像我自己的經驗 可能是大多數人比較有碰過的 就是他可能是在台灣 先去試著找一下教職 然後因為台灣的狀況不太好 所以可能不容易找到 最後選擇來這個大陸西進了 台灣高等教育人才出走 已經不是好位子與壞位子之爭 是根本沒位子 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土博士 留學海外的高教人才 在台灣南卡位乾脆力拼講土 包括甚至海歸 條件還挺好的 他們就覺得說不想在台灣這邊 講了不客氣的就是繳獲 這邊機會相對來講比較多 而且甚至比較容易 我講的容易就是容易有教職 雖然教職比台灣多 卻其實不如外界所想像 享受高薪待遇 同等職缺在這裡的薪資 僅有台灣助理教授的三分之一 大多數人來不是這樣子 而是比較像 包括我在內 都是所謂的雲雲眾生 既然雲雲眾生 就沒有什麼特殊的那種 高力度的扶持 而不會是那種重金禮P 可能我比較樂觀 而且我也覺得說 可能台灣沒有太有機會來大陸 既然認命 可能就會有更強大的動力 願意去適應這邊 有些人像黃宗浩 疑似在世真的等不到機會 才選擇西境 而有些人則是早就看透 不如早點附入試水溫 股東權利等公司資產 減負債等 股東權利費 走在校園與研究生探討課程 李俊明北大法學博士 學成後沒選擇回台任教 而是在上海交大專研學術 不要說一開始就說 這可以分成兩塊 應該是說讓人家逼得說 你第一塊不成立 我才說第二塊 而你不應該被告一開始 求方防線退到後面 在法庭教室裡 仔細研引工法 擅長企業併購 經濟財稅法 像他這樣到對岸面博士 學成乾脆留下來的人 越來越多 不過在台灣的話 未必說可能說他的選擇不是很多 那麼大陸的話我覺得是可以考慮 要來大陸的話 其實也不是說可以一帆風順 就是說你有優勢 那可能也會有一些 你必須要所謂的本土化 要在地化的一個適應的問題 手指化的來臨 造成台灣高教的大海嘯 台灣高等教育人才出走 背後所隱藏的問題 除了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 評鑑制度 更重要的是 台灣的教育資源該怎麼解套 得以留住人才 被視為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的 3D列印市場 每年正以30%的速度在增長 它的運用非常廣泛 在北京有一位清華大學的高材生 結合了3D列印跟煎餅 他把你拍的照片 都印在煎餅上 新奇有趣 另一頭在北京通州 有一棟兩層樓的別墅 只花了45天就列印出來 和其他印丸在拼湊的房子不一樣 他號稱是全世界第一間 3D整體列印的房屋 而這些都顯示著此刻在大陸 3D列印已經改變了你我的生活 香脆麵皮抹上老干媽醬搭配鮮酥肉品 這是大陸的國民小吃煎餅 儘管天南地北口味各有巧妙不同 但就屬這種最吸睛 挺有意思的 然後他不用人做 不是主要為了吃了 可能就是給大家看一下說 真是3D打印煎餅 你沒看錯 這台機器正在列印煎餅 麵糊到墨汁 烤盤就是紙張 從模樣動模的Hello Kitty 小老虎到寫字塗鴉都沒問題 甚至還有更酷的 透過3D打印技術 可以讓食物變得更有趣 只要短短5分鐘 就能讓自己變成餅中人 只要進入微信公眾號 拍下大頭照上傳 後台經過印象繪圖 聯動列印機 利用烤製的時間差 製造顏色深淺 可以吃的人像煎餅上桌囉 看似簡單 其實裡頭大有學問 你畫一個直角 那其實那個面 因為它是流體 它會帶著走 它畫出來一定不是直角 它是一個圓弧 需要用到我們大學學的 流體力學的很多的公式 然後再用不同的線性方程 來對它的路徑做修正 你快把這幅度的事確定了 然後還給你的照片髮了 吳依黎是北京青大畢業的高材生 待過甲骨文IBM 2014年創業 原本是賣傳統煎餅 一次同學聚會聊到3D列印 突發奇想 想得容易做起來難 麵糊比例 烤盤溫度都得反覆測試 失敗作品捨不得丟 通通吞進肚子裡 耗時兩個月 胖了七八公斤 才完成中國第一台 列印煎餅機 我們要做的是煎餅新媒體 希望所有人通過煎餅來表達他們的情緒 不光是餐飲 還有這個早教中心 電影院門口 景區 遊樂場 所有跟快樂 只要想表達的街邊奶茶店 無所謂 是不是餐飲 都可以來 這個來享受這個3D化餅 如今無一離的煎餅機 已經進化到第四代 一台售價壓低到兩萬台幣 上市一個月賣出三千台 預估今年有三到四萬台的銷售量 還拿到了千萬人民幣的投資 全球3D列印市場 每年正以30%的速度增長 去年大陸3D列印產值 接近100億人民幣 從概念階段大步向應用邁進 現在人人都說房價高 買不起房子 不管是在北京或是在台灣 都是如此 但是透過3D打印技術 只要45天 就可以完成你的買房夢想 牆面上宛如蛋糕花紋般 層層疊疊的痕跡 就是列印出來的最好證明 這棟位在北京通州 兩層樓400平米大的別墅 和其他3D列印房 印完在拼接不同 號稱是世界上第一間 3D整體列印的房屋 這是網線 這是電源線 就是插銷 充電的 所以在打房子之間 我們把玉埋這些東西 都考慮進去了 強調不是樣板房 真的能助人 水電線路以應俱全 還可以抗八級地震 電子配料到攪拌到最後送到機器上來 這個機器怎麼吸出這個材料 材料完了以後怎麼能成牆 這個一套程序 在鋼筋綑綁好的地基上 透過噴頭直接膠住混凝土 3到5分鐘穩固成型 全程由電腦程式控制 相較傳統建築工法 原料不浪費 也大大降低人力施工成本 3D電印被稱為是第三次公益革命的 殺手機應用科技 正快速改變著你我 實意住行的生活方式 只有想不到 沒有 動不了 接下來也是一個創新產業 和最近很夯的寶可夢有點類似 大陸北京出現了一個新型態的 線下娛樂產業 由業者在取得了電影 《尋龍角》的IP授權之後 還原了劇中場景 然後結合電影情節跟密室逃脫 玩家就跟隨由演員扮演的胡八一 王凱璇等角色 一起來探幕 尋找線索逃出升天 那麼推出兩個月之後 這種沉浸式的互動娛樂 已經吸引了超過五萬人流 改編自大陸超人器 探幕小說 及陳昆 黃伯 舒奇等大卡斯 電影《尋龍角》2015年底上映 以超過16億人民幣的成績 奪下華語片史 票房亞軍 機名燈面部魔鏡 車手 電影下檔不打緊 明星走了沒關係 有的是辦法 讓你重溫記憶 後來趕緊拿過來搬石刀 姑娘 勁得大啊你 還行 大家小心一點 注意安全 搬石塊 全洞穴 跟著摸金校衛 胡八一 王凱璇 薛爾陽 在鮮卑大幕中搗搗尋寶 一個不小心誤觸機關 就可能惹禍上身 電視服務 快點貼到他們身上 這是北京近來興起的沉浸式互動娛樂 取得電影IP授權還原劇中場景情節 結合密室脫逃 讓玩家在與演員互動中 真實體驗 盪目快感 這個燈好像可以動 燈可以動 對 可以轉是嗎 是 王凱璇這個門要炸了 快動 快動 馬燈又放炸了 沒猜了 你先走 趴趴趴一下 加油 趴趴趴 趴趴趴 趴趴 挺緊張刺激的 因為真是沒想到場景還挺嚇人的 而且互動特別好 場景比較互動 然後那個互動的感覺就跟真的一樣 巡龍分驚看纏山 一重纏世一重關 運用IP跨界呈現的方式 現在是越來越好 所謂手機遊戲這種線下娛樂呢 也是另屁蹊徑 電影屏幕畢竟它是有一個間隔在的 觀眾是在座位上去看電影 而我們在座位上去看電影 而我們在座位上去把螢幕撕開 讓觀眾走進電影裡面 出電是一種非常奇特的現場娛樂 它的點就在這裡 就是我能夠把戲劇 遊戲和電影結合起來 周霄是沉浸式娛樂的創始人 在知名傳播公關公司任職長達五年 掌握影視脈動 看見IP價值 於是辭職創業 花了三個月時間策劃落地 每個環節都煞費苦心 想讓玩家有帶入感 演員是關鍵 成坤和蘇琪他們那個巡龍爵 我看了很多遍去找成坤他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來貼這個虎八一的感覺 然後髮型上是因為我之前就是一個短的中分 然後後面是接髮流長 尤其是主角不只得長得像 虧靠架勢也很重要 在喜歡的故事中活一次 玩家好嗨好融入 儘管體驗一回半小時 入場門票80元人民幣起跳不算便宜 每場限定35人幾乎場場爆滿 在整個這兩個多月期間 帶來幾萬的人 5萬以上的人 我會在那邊 就說明大家平常日常的生活 就缺乏很多娛樂上的刺激 需要新的娛樂產品出現 我覺得這是一個填補市場的空間 當陸娛樂產業飆速成長 光是電影電視劇 就有一千至兩千億人民幣的市場 藉IP帶來的粉絲號召力 遊戲趁勢崛起 推陳出新 掀起隱於聯鬥新風潮 今年7月在土耳其所舉行的 世界遺產大會上 大陸廣西的左江花山研畫 成功入選 成為大陸第49個 升移成功的項目 那麼這批東南亞 規模最大的研畫群 它是遠古時期的壯族鮮明所畫 其中最大的一幅 足足有8000平方公尺 想想看 以當時的技術 如何能匯出 如此巨幅的畫作 又如何能夠經歷幾千年的 風雨沖刷而不吞色 神秘莫測的研畫 就像是古埃及金字塔一樣 也成為千百年來史學家 持續探究的謎團 像是花山 壯語叫做巴黎 意思是有畫的山 廣西左江兩岸壯 壯壹的山壁上 有著千百年來難解的神秘研畫 長越105公里的範圍內 分佈著38個研畫點 4050個造型各異的圖案 是東南亞規模最大的研畫群 其中的鳴明花山研畫 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幅研画 据研究 左江花山研画 应该是战国至东汉时期 生活在左江两岸的壮族鲜明 洛越人所绘制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 以敦式人形为基础符号 形成一套独创的图像表达系统 基本这个图形就是两手上去 两腿半蹲的这么一种姿势 它跟其他研画不一样 它表现的并不是 生产生活的那种场景 而像我们这个壮族 在逢年过节 进行了一个祭祀的一种场面 而研画当中除了人形图案为大宗 还包括了马和狗等动物 他们所持拿的器具也反映出壮族社会 当时进入铜器时代的面貌 阳脚扭钟 还手刀 短剑 这些当地落月人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 在研画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 只是这些研画分布距离水面在十几公尺到上百公尺的峭壁上 很难想象远古的先民们到底是如何画上去的 你看整个崖壁 它没有那些共你这个手脚能够攀附上去的那些石缝 石龙 所以你怎么想象 爬 你就是蜘蛛人子 这个也爬 就是做不到 专家推测 利用锤绳 搭架 或是趁着水涨船高来做画 都有可能 也都很困难 而历经两千多年风吹雨淋 画作的色彩依旧鲜明 也让人惊叹 红色那个铁网 是不是 是得画 一个铁红 那现在我们年和剑 年和剑 已经研究出来了 年和剑 现在我们的文本里面写出十五家 抬头仰望 岩壁之上的红色图像 想象两千年前 原古先原是穷多少力量 完成着回复神功的图形创作 这面巨大的五字天书 等待后世 持续探索 目前你所收看的是中间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节目最后 带你快速掌握大陆热门话题 你想要创业吗 这份2016大陆最宜 创业城市排行榜出炉 按照创业热度 政策环境 还有致力支持三方面分析 前三名分别是北京 上海和深圳 另外VR市场大爆发 大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也跟上了这股风潮 要推出虚拟服装试穿 还有家具3D模拟图等功能 同时它也连结了支付系统 那么今后消费者 在一个VR的场景里面 你先感受一下 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 此外还有大陆成功 研制了全球最大的 水陆两栖飞机 那么它具备森林灭火 还有水上救援等多项功能 还有执行海上砌丝 执法等等作用 被视为是南海维权的新利器 理解大陆电视节目首选 也请持续锁定中间新闻的 开放新中国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